现在我们来处理另一头的白线 大胆的上色将这块空洞慢慢地填满 一样随着呼吸搭配着人孔盖的纹路 寻找最好的手感 随时调整下笔的角度、方向及力道 要记得注意颜色的变化哦 随时的调色是画画的好习惯哦 我要将这些直线再画得整齐一些 仔细观察 会发现许多细节都还需要进一步地填补 有时这些小细节的处理 大大的决定了一幅画作的成败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幅画作的整体感 我们将色彩做最后的整理 让色调更加地协调 你们看那直挺的白线已经越来越完整 在黑色里调入些土黄色及红色 因为人孔盖散发了一些金属的红色 为了呈现这样的质感 红色是不可或缺的 让这些黑色略带些红色与土黄色 使得黑色更加地活泼 我们先从这条歪斜的白线开始处理 首先我们用颜料将刚刚画的两端的白色线条 沿着边缘向中间延伸并连接起来 画出两条边线同时顺便修饰白线的边缘 使它更加地平整滑顺 在整修白线边缘的时候 一样要非常地小心 最后我们用笔刷大幅度的刷色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大胆地来画 痛快地将颜色刷上去 左右来回地大力扫动 在大笔的刷扫之下 人孔盖上的深色调子 渐渐地被统整得更加协调 现在人孔盖的颜色 已经统整得越来越完美 调子也越来越协调 接着在最后装点一下 修饰一下 就大功告成咯 希望来此停车的朋友 能够喜欢这件作品 这次的节目已到了尾声 City Painter带此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